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 现在咱们学习第二课 信安拉 信仰伟大安拉的含义 必须相信清高安拉的存在 承认它的养育性 受败性 及其美名和属性 详细讨论以下几点 第一 相信清高安拉的存在 安拉赋予人类的本性 承认安拉的存在是人类的本性 这不需要证据 因为大多数宗教与派别 都承认安拉的存在 在我们内心身处 都会感受到其存在 在遭受不幸和灾难时 会不由自主地向安拉求救 安拉在每个人的心中 赋予了信仰的本能 即便有些人试图泯灭和忽视 我们听到和看到应答祈祷者 赐予祈求者 解救被压迫者 都是证明清高安拉存在的证据 安拉存在的证据显然要比你说的 和你讨论的更清晰 其中有 大家都知道 每一个物体 它的运动都有一个支配者 许多的被造物 及我们身边时时刻刻 所见到的一切 都有其创造者 那就是伟大的安拉 因为他不允许你成为他人的被造物 也不允许你自我创造 只因为没有自我生成的东西 正如清高的安拉说 是他们从武道有被创造出来呢 还是他们自己就是创造者呢 古兰经三月章第三十五节 这节经文的意思是 他们是由造物主所创造 而不是他们创造了自己 他们的创造者 肯定是清高的安拉 以天空大地群星与树木 所充满的这个有秩序的宇宙体系 肯定证实了有一位创造者 他就是安拉 赞颂他清高伟大 古兰经中说 那是精致万物的安拉的创造 古兰经蚂蚁章第八十八节 举例说明 行星和恒星都在按照固定的秩序运行 每个星球都在其轨道上 有规律的运行 清高的安拉说 太阳不得追及月亮 黑夜也不得超越白昼 各在一个轨道上浮游着 古兰经亚新章第四十节 第二 相信清高安拉的养育性 必须承认 坚信安拉是万物的养育者 掌管者 创造者和攻击者 的确 他掌管生与死 好与坏等一切事物 他支配福利 他是全能的 他没有匹敌 这是独一安拉的行为 必须相信 安拉是这个宇宙万物的唯一创造者 除他之外 没有创造者 正如清高的安拉说 安拉是创造万物的 古兰经对五章第六十二节 关于人类的创作 它只是一种形式转换 或组合与安装等等 不是实质性的创造 不能从无中造有 也不能使死人复活 安拉是所有被造物的攻击者 除他外 没有攻击者 正如清高的安拉说 大地上的动物 没有一个 不是由安拉担负起给养的 古兰经呼德章第六节 他是掌管万物的 除他外 没有真正的掌管者 安拉说 天地万物的国权 只是安拉的 古兰经宴席章第一百二十节 他是治理万物的 只有安拉是治理者 正如清高的安拉说 他治理从天到地的事物 古兰经叩头章第五节 而人类安排他自己的事物与生活 只局限于他的能力范围之内 他可能成功 也可能失败 但造物主的管理是绝对的 任何事物也不能超越 阻碍他的掌控 正如清高的安拉说 真的 创造和命令 只归他主持 多福在安拉养育众世界的主 古兰经高处章第五十四节 使者愿主福安之时代的阿拉伯多神教徒 是相信安拉的养育性的 不幸道者在使者时代 承认安拉是创造者 掌管者和管理者 但仅凭这一点 他们未能加入伊斯兰 正如清高的安拉说 如果你问他们 谁创造了天地 他们必定说 安拉 古兰经 路格曼章 第二十五节 因为如果谁承认安拉 是养育众世界的 既以他的恩典创造 掌管 攻击了他们 那么他就必须将一切崇拜功修 只归于独一的安拉 不以物配他 谁承认清高的安拉 是万物的创造者 是整个宇宙和生育死的掌管者 但是却把崇拜功修 献给其他的神领 这是最大的罪恶 因此 路格曼教导自己的儿子 我的小子 你不要以任何物配主 以物配主 却是大逆不道的 古兰经 路格曼章 第十三节 当有人询问使者 哪种罪恶对安拉来说最大 使者说 他是你的创造者 而你却以物配他 布哈里圣训集 第6811段 穆斯林圣训集 第86段 承认安拉的养育性 可是心灵得到安宁 当人们坚信 任何一个被造物都离不开安拉的控制范围 与挑选 第三 相信清高安拉的受拜行 坚信只有独一的安拉能接受各种崇拜功修 我们将所有的崇拜功修只归于独一的安拉 如祈祷 祈祷 害怕 脱靠 求救 礼拜 天课 与斋戒 只有清高的安拉是应受崇拜的 安拉说 你们所当崇拜的是唯一的主宰 除他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他是智人的 是智词的 古兰经黄牛章 第163节 清高的安拉告诉我们 主宰只有一个 即应受崇拜者只有一个 不允许承认和崇拜 除他之外的 诚信清高安拉的受拜行的重要性 表现在诸多方面 一 是创造精灵与人类的目的 其被造就是为了崇拜独一的安拉 安拉说 我创造精灵和人类 只是为了让他们崇拜我 古兰经播中者章第56节 二 是派遣使者将是经典的目的 承认安拉是真主应受崇拜的 否认安拉之外的一切 清高的安拉说 我却在每个民族中都派遣了使者 你们当崇拜安拉 当远离恶魔 古兰经密封章第36节 三 是人类的首要任务 先知曾经派遣摩尔兹尼蒋贝尔去野门时 对他嘱托 你要到一伙有金人那里去 首先应号召他们见证 除安拉外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 布哈利圣训集第1395段 穆斯林圣训集第19段 即号召他们将所有的崇拜功修 只归于独一的安拉 四 诚信安拉的受拜性 除安拉外 绝无真正应受崇拜者的真实含义 受拜的意思就是被崇拜者 那么除安拉外 绝无真正应受崇拜的 我们也不能崇拜他之外的神灵 五 诚信安拉的受拜性 使信仰安拉是创造掌管与支配者的结果 第四 相信清高安拉的尊名与属性 确信安拉在古兰经和穆圣在圣训中 为安拉确定的尊名与属性 安拉拥有许多至善至美的尊名 和属性 没有与其相似的 清高的安拉说 任何物都不与他相似 他却是全聪的 却是全名的 古兰经协商章第十一节 安拉的尊名与属性 都远远的超出被造物的所有名称与属性 安拉说 至人至词的主 古兰经开端章第三节 安拉说 他却是全聪的 却是全名的 古兰经协商章第十一节 安拉说 他却是万能的 却是智瑞的 古兰经路格曼章第九节 安拉说 安拉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 他是永生不灭的 是维护万物的 古兰经黄牛章第二百五十五节 安拉说 一切赞颂全规安拉 众世界的主 古兰经开端章第二节 诚信安拉的尊名与属性的益处 一 认识清高的安拉 诚信安拉的尊名与属性 可以加深对安拉的认识和信仰 认识安拉尊名与属性的人 心中应充满对安拉的敬仰 喜爱和谦贡 二 以安拉的尊名赞颂他 是最好的纪念安拉的方式之一 清高的安拉说 信使们啊 你们应当常常纪念安拉 古兰经同门君章第四十一节 三 用安拉的尊名与属性向他祈祷 正如安拉所说 安拉有许多极美的名号 故你们要用那些名号祈求他 古兰经高处章第一百八十节 例如 攻击者啊 求您攻击我吧 饶恕的主啊 求您饶恕我吧 治人的主啊 求您赐名我吧 信仰的最高等级 信仰是有等级的 穆斯林的信仰会因疏忽和违背而减弱 也会因为顺从崇拜和谦贡而增加 信仰的最高等级成为至善 先知介绍说 你崇拜安拉 有如你看见他 如果你没有看见他 那么他确定看见了你 布哈里圣讯级第五十段 穆斯林圣讯级第八段 记住 你的行走坐卧 努力 怠惰等 安拉都在看着你 所以你不要犯罪 因为你知道他在看着你 也不用害怕与绝望 因为你知道他与你同在 你以祈祷和礼拜与他密谈 又怎么会觉得孤单呢 你坚信他知道你的秘密和公开的一切 又怎么会因顺从私欲而犯罪呢 当你失足或犯错 然后向安拉忏悔和求饶 那么他将会饶恕你 信仰安拉的益处 一 安拉解决信使的一切困难 帮助他们摆脱逆境 并从敌人的阴谋中保护他们 正如安拉说 安拉必定要保护信道者 古兰经朝锦章第三十八节 二 信仰是幸福生活的保障 安拉说 凡行善的男女信使 我势必要使他们过一种美满的生活 古兰经密封章第九十七节 三 信仰可以净化心灵远离迷信 真正的信使 会将他所有的事情交付给独一的安拉 而不是交付于他人 那么他就会脱离迷信与幻想 四 信仰最大的益处 获得安拉的喜悦 进入天堂 获得永久的恩典 与完美的恩赐 好了 今天咱们就学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